王小鸭这个名字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一些年长的人可能会听过她的名字 王小鸭是央视主持人 但是在她成为主持人之前曾经做过几年的记者 王小鸭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给观众的印象永远都是穿着一身职业装 既简单又干净 为什么说她曾经比董卿还要红呢 董卿我们应该比较熟悉 她是央视著名的主持人 她还主持了很多优秀的综艺节目 这些节目在未来都可能成为经典 即使央视现在出现了很多新一代的主持人 但是很多老一辈的人依然能够记住王小鸭这个人 王小鸭在事业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并且她自身非常的优秀 但是她婚姻生活并不是很好 在她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两次婚姻 而且她在这两次婚姻当中都没有孩子 那如今52岁的王小鸭过得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她的生活吧 1968年 王小鸭出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里面 说起她这个名字 就想到她父亲当年说过的那一句话 在王小鸭出生的时候 她父亲认为大俗即大雅 所以就给她取名为小鸭 这是雅字的谐音 王小鸭并不是家里面的第一个小孩 在家里面王小鸭排行第三 她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她在当地的一家报社做编辑 在那个年代能成为一名编辑 就足以证明她的学史和文采都非常不错 她的母亲也受过高等教育 王小鸭记事以后 对自己的名字就抱有很大的意见 在学校的时候 她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了 并且让同学叫她改过的名字 从这里可以看出 王小鸭非常不喜欢父亲 给她取的这个简单的名字 在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里面 王小鸭自然而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王小鸭从小到大就非常喜欢文学 她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和演讲 并且获得优异的成绩 这些锻炼为她以后的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她从小到大就有一个坚定的目标 就是要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高考之后 王小鸭成功地考上了四川大学 学习经济学 上大学之后 她依旧保持写作这个爱好 在校期间 她还获得了大学生散文奖 毕业之后 她选择坚持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她的父亲是四川改革时报的一名编辑 但是她拒绝了父亲的引荐 选择自己去参加这家报社的面试 她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在父亲的帮助之下完成 最终她成功地面试上记者这个岗位 我们都很清楚 记者这个岗位是非常辛苦的 她每天都要在外面跑各种新闻 面对这样艰难的挑战 她并没有退缩 相反 她非常的热情 在这家报社 她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六年的时间 王小鸭通过这六年的时间 积累了非常多的工作经验 这为她以后进入央视工作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随着经济的发展 网络对我们越来越重要 很多人都开始使用手机和电视来接收信息 纸质报纸的需求量越来越少 很多报社都面临着随时要倒闭的风险 这时候王小鸭有了想要辞职的想法 但是还没等到王小鸭提交辞职报告 这家报社就关门了 面对这样的窘境 王小鸭不愿放弃自己的爱好 1996年 王小鸭在朋友的鼓励之下 决定去北京好好的闯荡一番 很快她就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她想要从这么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就一定要丰富自己的知识 同年 王小鸭成功地进入北京广播学院 进修电视文学 时隔一年之后 王小鸭成功进入央视经济部实习 这一年 王小鸭已经29岁了 但是 她并没有因为年龄而丧气 每一次跟团出去工作的时候 王小鸭都会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她能够准确地找出自己的缺点 并且加以改正 经过一年的学习 她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持风格 随后 她被调到了一档经济栏目中做主持人 这一年 她成功地从实习记者变成了主持人 在这档节目中 她尽情地挥洒自己的热情 而且 她还通过这档节目 获得了经济节目主持人中的第一名 随后 她又主持很多经济类的节目 通过这些节目 她获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 在事业上如此成功的她 在婚姻生活中 过得并不是非常的如意 1996年 王小鸭和她的大学导师结婚了 这是她的第一段婚姻生活 婚后 第二年 王小鸭决定去北京闯荡 她的老公放弃学校导师的身份 决定下海经商 而且夫妻俩人还做了一个约定 两年之后 如果她的事业取得了成功 那么她的老公就去北京陪她一起生活 如果丈夫成功 那么王小鸭就要放弃事业 心甘情愿地做全职太太 可是两年后 她们两个都成为了各自行业中的有名人物 夫妻俩人在后面的生活中 经常是聚少离多 久而久之 两个人的感情就慢慢地淡了 在2000年的时候 两个人就正式离婚了 其实 王小鸭和前夫的性格非常的相似 他们都是为了梦想敢于拼搏的人 所以 两个人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以后 都不愿意退让半分 面对这场失败的婚姻 王小鸭也做出了回应 她表示两人并不是因为不相爱才离婚的 而是因为两个人的时间 没有办法调和才选择分开的 就年后 王小鸭遇到一位比自己大13岁的丈夫 在日常生活中 王小鸭和丈夫非常低调 这次 她的丈夫表示 非常支持她的事业和梦想 两人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 虽然这么多年 两个人没有孩子 但是 两人一起携手 共度美好生活 如今50多岁的王小鸭 慢慢地淡出央视的舞台了 为事业奋斗了这么多年 王小鸭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 即使她出现在电视中 也是以一种轻松舒适的状态 王小鸭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梦想拼搏奋斗 如今 人到中年 结束事业带来的忙碌感 她和丈夫尽情享受慢生活带来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想法的观众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欢迎下次观看 感谢大家